有设置者体 全知者用也 这体用讲得很清楚了 如来臣服之本体 在于设置 所以设置现前就叫臣服 设置本有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现在迷了 用什么方法把它找回来呢 在大臣教里面 佛给我们说了一个原则 总的原则 戒定慧善叙 要知道 戒定慧都是你自己 自性里头本来居住的 外头没有 迷了之后 还要用这个方法 把它再找回来 你要不用这个方法 那就永远迷到底 你不会有我 觉悟是自觉 不靠他人 祝福菩萨的帮助 这是引导你 诱导你 一定要你自觉自闻 这是真的 会能大师 在谭经里都讲过 迷的时候 死读 把师父读 绝了以后呢 自读 不靠 不靠师父 不靠师父 所以不靠师父 永远感师父的恩德 因为没有师父 你自己不会自觉 你自觉靠 靠师父 自己真正觉悟之后 就不靠师父了 自觉 觉他了 都是自己 自己 会有心神 真心 生智慧 忘心 生烦恼 真心 就是实质 那换一句话 诸佛菩萨 教我们 不是别的 就教我们用真心 别用忘心 用智慧 不要用烦恼 总原则 总共灵 真心是什么样子呢 真心立下 真心没有下 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宇宙之间 万四万五 不外乎三种现象 第一个是物质现象 第二个是精神现象 第三个是自然现象 真心 这三种现象都没有 那就是真心 如果有这三种现象 是忘心 大臣经上佛 常常讲 立一切相 集一切法 你把这三种相 统统放下 一切法的真相 就现起了 由这三种现象 一切法的真相 虽然在面前 你看不见 这真的不是假的 你迷了吗 你迷的时候 看的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想的也是假的 做的也是假的 受的果报也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一迷一切迷 有一切我 所以这两种智慧 别得搞清楚 舍之是体 得到叫成福 权之是作用 得到之后 可以自受用 可以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是他受用 如来成福之本体 在于舍之 一代教化之妙用 存于全职 这是把这个提用 讲得很清楚 怎么成福 实质 真的 就成福 实质 怎么真的 利益一切相 三种现象 在真心里面 没有 所以你放下 就是真心 你还要拦着 三种现象 真心就变成 妄想 换一句话 心里头 有着三种现象 三种现 有一种 就不是真心 何况三种都有 放下 放下 就是真心 蓝取 就是往心 这也就说明 佛跟众生 不相同 在哪里 就在这里 众生 心里头 有着三种现象 物质 精神 自然现象 这叫众生 这三种现象 没有 他的心 就是真心 用真心的 就叫成福了 菩萨 这三种现象 还有一种 可以放下 就是自然现象 精神现象 物质现象 放下了 菩萨了 摄法界里面的 这些凡夫 特别是六道 这三样 统统居住 能放下 一样 物质现象 放下了 还有精神现象 阿罗汉 放下 物质现象 菩萨 放下了 精神现象 我们用 科学名词 自然现象 没放下 佛陀 连自然现象 都放下 真的是一尘 不然 所以佛 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你说他 这个话 对不对 有没有讲错 没讲错 我们能把这三样 放下 不就是佛吗 不放下 不放下 还是佛 换个名字 叫众生 众生 就是糊涂佛 合不上这个意思吗 那佛呢 佛是觉悟的众生 众生是迷惑颠倒的佛 就是这个意思 破密开悟啊 利苦大罗了 我杀佛 好的 感谢观看